文化局举办的桃园国际动漫大展 在今年正式进入第八届 今年以《时代我的英雄》作为主题 现场展示了包含蜘蛛人、钢铁人等1比1的公仔 还邀请到了美漫英雄作画大师和日本机器人教父同台标画 华丽的阵容希望让观众打爆眼福 一边是举着盾牌撞瘦的美国队长 另外一边则是来自高潭市的蝙蝠侠 这不是有人跑错棚 不同世界观的英雄同场 现在在桃园你就可以看得到 除了超级英雄之外 另外一头还有孩子拿着笔在墙上涂鸦 整面墙都可以让他好好发挥 这是哪一个漫画的哪一个主角 没有我就自己想画 就是自己创的 这里是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开展当日的现场 除了多个国家多种类型的漫画展览之外 最热闹的莫过于是电玩专区 搭上暑假热潮 不少学生来到这里欣赏动漫 也体验电玩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游戏区那边的 就是对因为那边就是 就是很多学员游戏就对 如果逛累了 展场当中也有需要脱鞋子 才可以进去的绘本阅读区 可以让民众边休息边看漫画 桃园国际动漫大展已经迈入了第八届 今年以时代我的英雄作为主题 这次邀请到蜘蛛人蝙蝠侠的作画大师 和日本的机器人教父一起参展 还有台湾知名漫画家一同来参加 阵容相当华丽 那我们邀请了国内外 十个漫画家来对话 还有动漫的文创四集 有这个野餐派对 有动漫的歌曲 有动漫的这个舞蹈 有cosplay 所以非常的丰富多样 夏日延延不用害怕没地方去 桃园国际动漫大展 即日起到二十八号 在展演中心举行 等着你来邂逅属于自己的英雄 桃园新闻 陈燕任 桃园采访报导